100万 10号嘉宾1100万 举手牌来回出价 法拍会场民众较劲抢标 但却有人怀疑 抢到的战利品有问题 经典花纹手提包 或是亮面皮夹 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品牌 有些甚至可能要价6位数起跳 X先生11月初和朋友 在新北地院执行处 扫获23个包包 花不到30万 但拿出发票吓了一跳 大家在看的时候觉得有发票 想说那应该是真的 而且觉得行政机关应该不会 不可能把假的拿出来卖 查了一下出处之后 就开始产生了一些致力 就是这张鉴定书 放大来看一旁发票 开立人清楚写着阿邦师 鉴定书也是自家公司进行鉴定 内容写到比对后百分百符合 但曾爆出甲包遗云 真的可信吗 我们从他的特征兼具 负责人是他被称作达人的李正邦 过去从南部档兔起家 还成立自家鉴定中心 想取得顾客信任 却全是骗局 警方大致在仓库搜索 2017年7月知名拍卖集团阿邦师 找提报卖假货 他自己就是因为卖假货 那也都被起诉 东西也都被扣押了 但是如果说今天 这些包它的来源 是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 我觉得就可能违反了 诚信原则 就不在下次蛋包里面 拍卖前半小时 开放让民众看包 也能找行家鉴定 但愿方不负担保责任 民众可能从工部门买到假货 想捡便宜下不下手 恐怕得睁大眼看清楚 记得董悠者王宇竹 新北市采访报道